一条怎么样 就是犯重条 你被关过一天 就是被关过 你被警察 你被监狱在里面待一天而已 你被关过一天 你就是被关过 所以我们自己要为 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 来负责任 上帝的命令 如此 我们只因为 律法是上帝所颁布的 我们遵守 只因为律法如此规定 我们就遵守 不要去考虑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要求一个人 做他做不到的 你一定每次都要一百 要考五百 他可能做不到 可是今天上帝要求我们 要全然遵守他的诫命 我们必须做到 第九十二问的生活运用 上帝意欲透过人 遵行律法来赐福人 但是我们却常将他的律法遗忘 因此当我们在困境中 应该反思 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 若是 就应当立刻返回正轨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 当我们遵行律法 上帝就赐福 可是有的时候 上帝会用灾难来提醒我们 应该回转到正轨了 他透过灾难来告诉我们 因此当我们碰到 这个事情不顺 那个事情不顺 诸事不顺的时候 我们先来反省 为什么我最近那么惨 好像莫非定律出现了 你所能够想到的最坏的状况 就真的出现了 是不是 就好像我今天要去高雄的一间 一间教会 对松年讲到 是在开始前一分钟到达 懂吗 我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等一下下中正路 不知道会不会 遇到红灯 我遇到红绿灯就红灯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最怕这种状况 遇到红绿灯都红灯 结果一条中正路 我大概整条中正路 我大概遇到了五六个红灯 有没有 奇怪 因为那个路是很大的 照理说绿灯就应该一路这样过去 奇怪 我整条路 却遇到五六个红灯 我就在均匀 我就在烦恼时间 又一直把我红灯 那气氛很不严 然后心情很不好 我就想说 我刚刚干嘛胡思乱想 我胡思乱想 会不会遇到红绿灯 都遇到红灯 但是当然没有都 但是遇到很多 但是感谢主 我还是准时有到 那不过呢 有时候我们真的 我们想到的最糟糕的状况 全部被我们碰到 那并不是说莫非定律发酵 而是什么 而是 这位上帝也许透过这些事 要我们停下脚步 要我们好好想一想 要我们不要继续下去 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 好 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很重要 我告诉各位 台湾的原住民 台湾的原住民就是这样 当猎三株猎不到 或者是 今天出去打猎 受伤了 有人受伤回来了 那就要回过头来 就要问到底我们部落 有谁得罪上帝 有得罪谁 得罪了神明 得罪了主灵 有没有谁 在道德上犯了规律 这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很深的那种罪感 一定是something wrong 一定是我们的部落里面有谁出事了 所以以至于今天我们去打猎 不对 找出原因 找出原因 如果今天我们的部落 所有的人 通通合神明的心意 我们去打猎 一定会打到 一定不会受伤 而且收获满满 可是如果遇到不顺的事情 先去问 到底我们有谁得罪上帝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讲 这是完全正确的态度 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上帝乐意将各样的福分 赐给凡遵行他命令的人 而如果我们没有遵 我们得到 我们遇到灾祸 首先应该马上反省 我们有没有得罪上帝 好 第二个 摩西的时代 十条诫命 条条死罪 今日基督徒对诫命 却越来越无感 只想要上帝赐福 却不想遵守诫命 这是现代教会的一大危机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求上帝赐福 上帝说 你要我赐福你吗 你为什么不遵守我的诫命 你要我听你的吗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所以我们要先成为 听上帝的 听上帝的就是 照他的命令去行 好 这是十戒的前言 我们明白了 上帝为什么颁布诫命 他的目的是什么 而我们遵行上帝的 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遵行诫命 好 那第九十三问 那这些诫命是怎么划分的 好 第九十三问 清楚地划分 上帝的实戒 包含两个部分 那就是对上帝的责任 跟对灵社的责任 对我们对上帝有责任 我们对灵社也有责任 好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要寻求 整权关系的实戒 实戒是一个 整权关系的建立 好 那这个整权关系 包含什么 首先 实戒意欲建立的是 人对上帝 人对人的关系 也就是说 当人遵守实戒 就使人跟上帝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得以圆融和谐 请记得 基督教是一个 关系的宗教 我们之前说 基督教是 诫命宗教 伦理宗教 道德宗教 对不对 那更重要 基督教是一种 关系的宗教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 人因为犯罪 跟上帝的关系断裂了 人不遵守上帝的诫命 人跟上帝的关系 更加的破碎 透过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人的罪得赦免 人与上帝的关系 重新复合 是不是 所以基督信仰 是一个非常重视关系的 所以十字 实戒要建立 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人遵守十戒 人跟上帝的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都可以圆融和谐 好 其次 十戒同时也建立了 人对上帝 以及人对人的一种责任 这也就是说 十戒说明了 人应当对上帝做什么 还有对人 对其他的人做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 对着上帝做一些事 对着人也做一些事 这些事有可能是权利 义务等等 人对上帝的责任 就是十戒的前四条 所规定的 所以一般相传 因为摩西就拿两块法板 相传第一块法板 记载前四戒 第二块法板 记载后六戒 有的时候 你看人家在画图 那都是那个法板都是 什么 两块 然后各五戒 有没有 各五戒 但是事实上 相传 相传的东西就是有人猜测 有人猜测 这个重不重要 到底一个法板 各五戒 还是前四后六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可能真实的内容 至少整个法板 法板的十条诫命 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就是 人对上帝的责任 那么十戒的前四戒 所规定的是 人跟上帝的关系 与人对上帝的责任 包括什么 以上帝为唯一的主宰 然后弃绝偶像 还有尊主名为大 还有守安息日 好 这四项规定 是有特色的 它的特色是 第一戒 在于高举上帝的独一性 第二戒 是高举上帝的绝对性 第三戒 高举上帝的特殊性 那第四戒 高举上帝的神圣性 所以呢 这位上帝的独一性 绝对性 特殊性跟神圣性 那独一性呈现在 除了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上帝 还有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上帝不可用任何人 手所造的东西 来与他 来象征他 比拟他 这是绝对的 那这个不可 望称耶和华上帝的名 因为他的名是特殊的 那么不要说 望称耶和华上帝的名 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 名字重不重要 重要 今天你为孩子取名 那个名字 不可以冲撞到 其他长辈的名字 懂吗 不可以冲撞到 其他长辈的名字 所以如果你今天 取这个孩子 某个名字 而你的长辈中 有人是这个名字 那你这个名字就要换 这是过去取名字的一个 因为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是什么 都有一些避讳 避讳 不可以用这个字 不可以用那个字 好 那么这是名字的 名字的那个什么 名字的一种特殊性 那么第四个呢 你要守安息日 守之为圣日 因为这位上帝呢 是一个工作六日 工作六日 第七日休息 所以呢 这是一个神圣 第七日是神圣的日子 因此你不能超越上帝 所以呢 上帝的独一性 绝对性 特殊性 神圣性 在这四界里面 彰显出来 所以人如果要跟上帝 建立和谐的关系 第一个部分 就是要依照 这些诫命去行 也就是有对上帝的认识 并从而有合一的行动 这句话很重要 画起来 所以呢 我们要照这些诫命去行 就是对上帝的认识 从而有合一的行动 也就是说 你对上帝的认识 到什么地步 那么你对于他的行为 就会如何 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正的 知道爸爸 敬畏父亲 那他对父亲所讲的 一定会遵守 对不对 但是他 就是他书读多了 也许就看不起爸爸了 他翅膀硬了 看不起妈妈了 觉得爸爸只有国中学历 妈妈只有小学学历 而他已经读到高中 他已经读到大学 他就出言顶撞 人家就说 你讀越多书 应该越尊师重道 你讀越多书 应该越懂得 体谅父母亲的辛劳 并孝顺父母 没想到你读越多的书 竟然是看不起 你自己的父母 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到什么地步 我们就会有 这种地步的行为 有没有 所以女儿啊 女儿啊 或者是儿子啊 什么时候会对父母亲尊敬呢 通常是他们生小孩啊 所以有一句名言叫做养儿 怎么样 方知父母恩啊 所以还没有养儿 不知道父母的 对我们的恩情有多大 一有风吹草动 他们就马上行动 当你如此对待你的孩子 你就要知道 你的父母亲 当年也是如何的对待我们 因此当他透过这个 知道原来父母亲 以前在照顾我们 是那么的辛劳 他对父母亲 会不会更加的孝顺 会嘛 因此请记得 基督信仰 存在着一个什么 一个很重要的 应该说是 也不能说是法则 就是有一个道理在 就是我们必须 更认识上帝 当我们更认识上帝 我们就知道 应该怎么样面对上帝 所以加尔文一开始 他的基督教 要一开始告诉我们 什么是真实的知识 一个真实的知识 包含两个部分 就是对上帝的认识 跟对人的认识 对上帝的认识 跟对人的认识 因此当我们越认识上帝 我们就知道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上帝 还有今天你越认识上帝 你就会知道 该怎么样去敬拜上帝 为什么现在的敬拜 在教会的敬拜 吵吵闹闹 在那边丢高 或者是很善情 所以那天我去参加一个 教会的礼拜 哇 一首真正好 来新亚首真正好 还有主亚首真好 我买来欧罗 光是这一首 唱了十五分钟 哇 不得了 唱了十五分钟 然后呢 一直反复 一直翻过来 一直翻过来 我告诉你 我几乎很想跟他讲 有完没完啊 主亚首真好 我要来欧罗唱完 主亚首 跟主亚首真好 连续唱了七八次 那我的亚首对我真好 再来 我的我的亚首 我的亚首对我真好 那最后要唱到结束的时候 我的亚首对我真好 就唱了五六次 然后呢 上面带敬拜的人 是完全陶醉在其中 然而我学习了 爱是恒久忍耐 真的 敬拜 敬拜不是这样的啦 然后他们是用 他们的情感 然后他过于善情 那我觉得不对的 不对的 一首歌 有的时候连续唱个 两三次 是在透过我们唱两三次 更清楚知道 这首歌的歌词 然后呢 在透过这个歌词 认识上帝 带来我们心中 对他的敬畏 是敬畏之情 而不是在那个地方 透过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要在那边善情 不是的 但是呢 其实今天的 今天的教会的敬拜 会这样子 可能都导致一个原因 就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上帝 所以以他的想法 去对应上帝 他以为这样子做 是很好的 他以为这样做 就是对的 其实不是如此 当我们对上帝 更加的认识 我们就知道 该怎么样行 和他心意 当我们对上帝 更加的认识 我们就知道 应该怎么样去敬拜他 敬拜他 好了 所以后面的 合一的行动 是追随前面 对上帝的认识而来 所以前四届 帮助我们认识 上帝是独一的 上帝是绝对的 祂是特殊的 祂是神圣的 那么有了如此的认识 我们后面的行为 就当小心谨慎 好 那其次呢 后面六届 是讲到人对 人对灵社的责任 所以十届的后六届 定规的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还有人跟其他人的关系 那包括什么 孝敬父母 不杀人 不奸淫 不偷盗 不说谎 不贪心 所以这六条 诫命的特色 在表明 人世间的什么关系 第一个 是亲子关系 我们要孝敬父母 他并没有说 父母有留财产给你 孝敬他 那父母 如果没有留财产给你 就把他吼起来地址 生起来吼 没有 所以不管父母 父母进出监狱很多次 也要孝敬他 父母高风亮节 怎么样 也要孝敬他 好 所以不管如何 只要是父母 就要孝敬 那么 第六戒 不可杀人 是讲到人际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里面 特别强调的是生命权 一种生命权 你不可以伤害别人的生命 那么别人也不伤害你的生命 好 第七 第七戒 不可兼淫 讲到的是 两性关系 男女的关系 男女的关系 所以上帝造人 请记得 所有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只有人的身体 是身内之物 所以在彼得前书讲到 凡狗和行淫的 上帝 必要追究 上帝必要审问 必要审问 必要追究 所以请记得 这个男女关系 上帝的要求是 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 好 那么第八戒 是人的财产 这是他的 你不可以去偷 不可以偷窃 因为这是尊重别人的财产 第九戒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它涉及的是人的本性 为什么 有的时候 我们对人有仇恨 做假见证害他 有的时候 为了什么 为了保护自我 我们也是害别人 好 那么最后一个讲到 人的欲望 你的 就是你的 别人的 就是别人的 不可以把别人的 占为己有 去贪恋 灵色的这些东西 好 所以 亲子关系 人际关系 男女关系 还有人的财产 人的本性 人的欲望 它基本上就涵盖了 人的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层面 好 所以 人如果要 人若要与上帝 建立和谐的关系 第二个部分就是 依照这些诫命去行 也就是对人的尊重 并谨守自身的奋济 好了 我们如果认识上帝 又认识自己 就像加尔文讲的 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真实的知识 那前面世界认识上帝 后面世界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的分纪 了解自己的本分 好 在亲子关系里面 我知道我是子女 我对我的父母要顺服 要孝敬 好 在跟人际关系里头 我们跟人的关系 我们是平等的 我不残害你的生命 你也不要来伤害我 那男女关系 必须要互相尊重 这是我的妻子 我跟我的妻子 可以有亲密关系 这是合法的 合情的 合理的 而且在这样的关系中间 上帝喜悦 然后他要赐福 让你有后裔 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可是如果在 我们的妻子或丈夫之外 跟别人结合 那你就要接受上帝的审问 还有财产呢 上帝给你的 用神粮给你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他给你的产业 对你是最好的 不要去笑想别人的 圣经里面有讲到 一个人 他贵为一个王 却笑想别人的葡萄园 最后他死得很惨 那个人是谁 雅哈 雅哈王 他自己已经有 很多的产业了 可是他觉得 这块土地 中间好像有个定子户 那如果呢 如果把雅哈的田地 的那个葡萄园 拿过来的话 那我整个产业就完美了 我的地形就更美了 好 所以呢 他如论如何 要拿博的葡萄园 但是最后呢 他甚至谋财 害命 所以这位上帝 后来没有饶过他 然后他的军师 叫耶喜别 他的太太 上帝没有饶过 这对恶夫妻 这对狗男女 这个是雅哈跟耶喜别 上帝 所以呢 其实我们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 了解自己的奋计 还有呢 人的本性 我们要知道 自己的软弱 说谎 人会为了什么 而说谎呢 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 而说谎 为了免除自己的灾祸 而说谎 所以呢 我们对自己的本性 要了解 还有最后 对人的欲望 对自己的欲望 要节制 要节制 好 所以呢 这个就说明了 如果我们了解 自身的奋计 我们在人群的生活中间 人群的生活中间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 非常和谐的次序 当人的生活 有一个和谐的次序 我们就会更加的 幸福跟快乐 其实今天的道德 跟今天的法律 都是要在人间的生活中间 建立良好的次序 好 那么第九十三问的生活运用是 一个与上帝有好关系的人 必定会与其他的人 有好的关系 一个会对临摄 尽责任的人 也必在上帝面前尽本分 因此守十戒 就是要爱上帝 也是要爱人 所以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 透过遵守诫命 爱上帝 透过遵守诫命 爱人 好 十戒就是上帝的律法 律法的总纲 就是爱 因此奉行十戒 同时也彰显了 对上帝的爱 跟对人的爱 所以我们遵行诫命 就有非常崇高的一个境界 透过遵行诫命 就对我们不再是一种捆绑 不再是一种约束 而是透过遵守诫命 我把上帝对我的爱活出来 我把我对上帝的爱活出来 我把我对人的爱也活出来 所以就是这些诫命 好 那么我们第一节先到这里休息 等一下我们下一节 就从第一条诫命开始 我们来思考 好 休息一下